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故事 善才童子经过了皮木齐沙仙人的介绍 一路难行来到了伊沙那聚落 他找到圣热婆罗门 这是一个婆罗门 印度有四种阶级叫种姓制度 婆罗门是一个修行修道的阶级 是祭司的阶级 这位婆罗门的名字叫做圣热 所以善才童子就来找圣热婆罗门来求法 结果他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场景 他看到圣热婆罗门修苦行 然后四面有火炬 就像大山山一样的火 熊熊的火 在火堆当中有刀山 然后这个刀山非常的高耸 那他就看到圣热婆罗门就爬到那个山上面 然后跳到火 就是上刀山下火坑的这个修行 然后他在旁边看到傻了眼 然后他就看到圣热婆罗门的这个行为 他心里面有点害怕 有一点不安的感觉 那结果他就跟圣热婆罗门请法 他说圣热婆罗门这个圣者 我应该要怎么样修行 结果没有想到呢 这婆罗门就跟他说 善男子 如今若能上此刀山 头身火炬 诸菩萨行 惜得清净 他叫他跟我做一样的工作 上刀山下火坑 跳火 结果善男子就说 他心里面就开始很害怕 他说得人生难 能够呢 碰到佛法很难 能够发菩提心难 能够遇到善人难 能够遇到善知识也很难 我好不容易修行了 我现在碰到了这个人 该不会他是魔吧 他想要害死我吧 他叫我跳下去 我不是死定了吗 那死定了 那我后面还有什么 可以继续再修下去呢 对啊师父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魔 所以善才童子就是觉得他是魔嘛 要我我也觉得他是魔 我也不会去 哇 这太太奇怪了 这太奇怪了 上刀山下火坑哦 对 是不是 所以呢 善才童子如果跟你们一样 现在目前是一样嘛 同一阵线 对 所以接下来呢 你们要准备怎样 回家 三人成虎就要开始怎样 一起打退堂鼓 对不对 再见 对 谢谢不联络 那就不会有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故事哦 他跳了吗 他没有跳 他还没跳 他准备落跑了 哦 所以呢 到底是什么 让他回心转意 当他呢 想要逃跑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天上啊 突然传来很多的声音 好 那我们就看到哦 第一 先出场的叫做梵天 有一万个梵天 他就在天上讲 他说善男子 莫作试念 莫作试念 他说呢 这个圣者普罗门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知识 他要度我们 所以他用极端的方式哦 像我们这种邪见的啊 他竟然啊 圣者普罗门 也有办法降服他们的邪见哦 然后再来呢 这个魔 也出来讲哦 你说他是魔 我才是魔 这个圣者普罗门啊 把我们给降服了 所以这个圣者普罗门 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善知识 所有的天 魔 还有天王 还有各式各样的各路人马 都出来证明 这个圣者普罗门是非常厉害的善知识 把他们这种高级的 有神通的 我们不要小看哦 魔也是有大神通啊 魔也是有大智慧的哦 如果呢 你没有三两三哦 你没有什么两把刷子哦 你也是没有办法说服这些魔 没有办法降服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就听到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群众 都出来 来证明 圣者普罗门是一个 很好的善知识 所以他就打消了 这个念头 他打消刚刚呢 对于 他没有跟我们回去 他就没有回家了 他没有停止 他就想既然大家都这样子挂保证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听 是不是应该要相信 应该要接受 好 那你没有做 你怎么知道 可是 这个还是很奇怪啊 因为上刀山是什么 下火坑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刀山 我们看到的是火坑 是恐怖的境界嘛 对 是不是 是危险的境界嘛 那到底是什么 可以让他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善才童子呢 他打算接受大家的建议 他回头去见 登山 对 他就真的登山哦 我们赶快拉住他 所以他决定了接受这个婆罗门的教诲 他试试看嘛 姑且一试啊 既然大家都这样子肯定 这件事情他要做啊 结果呢 他就真的就登高山 然后跳下来 在还没有跳下来的半空中 他就证得菩萨善助三昧 这是第一个哦 哇 然后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那个什么高空弹跳 是不是有的人很害怕就 啊 这样子 不要找我 下次去跳的时候 看会不会三昧 然后呢 重点是他跳到半空中 就得了三昧哦 然后接下来呢 他碰到火嘛 才碰到那个火 他又得到第二个三昧 叫做菩萨吉静乐神童三昧 善才童子啊 遇到这种奇怪的情境 而且他亲身经历了之后 他说 真的好奇怪 怎么有可能 大乌山明明应该是要让我怎样 碎尸万段 竟然没有耶 这个火应该把我烧的呢 吱吱作响吧 竟然没有耶 我没有变BBQ耶 我竟然还得到安影快乐 所以这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呢 就讲到 有那个刀山跟火啊 他有两种辟语 一种就是 如果我们是烦恼心的时候 那个刀啊 跟火就是一种称心 你看我们在地狱 是不是都是 所有的刑具 不是刀就是箭 对耶 上刀山下油锅 然后被火煎 那为什么在地狱 他就是刑具 所有的众生在里面 都痛苦不堪 因为地狱的众生 就是他是地狱的看法 地狱的观念 他把刀山跟火 当成是真的 所以他这个心 就跟他相感应 那因此他心里面的烦恼 就变成了刀山跟火坑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 婆罗门把他当成是一个解脱 烦恼即菩提耶 那当他是一个解脱的时候呢 刀就变成文殊菩萨的智慧剑 火就变成智慧火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当我们用智慧 去解开所有世间的痛苦的时候 是不是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烦恼 就烟消云散 所以他会到后来呢 他的念头转变之后呢 他把这个境界当成是一种历练 他把这个境界 不当成是一种痛苦 他的念头转了 他的世界就转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婆罗门 他要教他 他说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去预设立场 还没有试 你就先自己先打退堂鼓 自己就先加上自己的议策 那你没有试 怎么知道可信不可信 师傅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 介事恋心啊 也可以是这样子讲 应该是说尽由新鲜 哦尽由新鲜 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样子 你怎么看待 就像我们看深热婆罗门 我们觉得他是魔 对 他真的就是魔啊 很像啊 对 是不是他想要 设一个陷阱害我们啊 对 但是如果你觉得 他是你的善知识 他用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一个很极端 他给你很不可能的任务 他给你一个很另类的教导 对 你匪夷所思 你没有办法理解他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禅宗里面讲棒喝 有没有 是 你觉得师傅在骂你吗 说不定师傅在点你啊 对 在提醒你 在教你啊 可是你不接受的时候 你就说骂我 对 如果接受的时候 你就说是教我 对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 那圣热婆罗门呢 就跟善才同志说 我为得此菩萨 无尽伦解脱 这个菩萨的解脱法门啊 是有很多种方法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 去接受各式各样的可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圣热婆罗门就介绍了下一位 叫做狮子奋训臣当中的一个童女 叫做雌行童女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讲雌行童女的故事 雌行童女的故事